大家早安 接近群眾現場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到的是 華為在8月底推出了新機 被大家說是蒸汽機 Mate60 Pro搭載5G功能 引發了市場的轟動 當然也被視為是 在美國科技圍堵之下的一大突破 而現在華為在9月25號的新品發布會 也是更加引發花粉們的關注 根據大陸媒體現在就提前曝光 也報導了說 華為預計在這個新品的發布會 會推出的是新款的NOVA 中階系列的手機 有12跟12 Pro兩個系列 同樣的引發關注的是 這都是使用麒麟晶片 而且都是支援5G的 另外最新的平板電腦 MatePad Pro也即將亮相 據傳這裡頭是搭載了 華為獨創的新閃技術 好 現在市場上就分析 這是華為的最新黑科技 而且未來有非常大的可能 可以取代藍牙技術 好 當然現在針對 美國的科技圍堵 很多人都在關注的是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 他的反應呢 好 日前他在一場 國際大學生的城市設計競賽上 有發表一段談話 現在也曝光了 他說美國的制裁對華為來說 當然是壓力 不過他認為也是動力 另外他也被問到說 自己是不是是果粉呢 因為過去任正非 他在搭飛機的時候 過海關的時候被拍到說 他拿出這個安解東西 是蘋果的產品 好 任正非他的回答 非常的巧妙 也很大氣 很多網友都說他打得非常的得體 他說蘋果是我們的老師 有學習的機會 如果說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說自己是果粉也不為過 更說不要排外 因為也常常要探究 蘋果的產品到底是為什麼做得好 也能夠看見華為跟蘋果之間的差距 好 其實現在就有網友翻出過去 任正非他曾經公開的說 因為他的小孩是在美國讀書的 會幫他們買蘋果手機 比較方便使用 另外他還提到 商品的買賣不代表政治態度 這番言論也讓很多的網友大讚 任正非相當的踏實謙遜 胸懷大度 好 另外關注焦點的就是 現在聯合國大會正在紐約這邊召開 烏克蘭總統責倫斯基這一回 他是親自到聯合國大會去參加 這一場會議 好 他無時間他也發表了演說 而且也接受美國各大媒體的專訪 他呼籲美國國會兩黨 要繼續提供烏克蘭 可以對抗俄羅斯的新武器 他也接受CNN的專訪的時候 好 就被問到說 如果美國再不承諾提供武器 給烏克蘭的話 那他的感受如何呢 好 他在回答的時候 是情緒很激動 一度有點哽咽 表示說這有可能會引發 全面性的戰爭以及更多人命的損失 會不會讓你離開 美國在未來的日子 然後回到烏克蘭 沒有強烈的承諾 從美國的美國 那些戰爭者會被允許 在烏克蘭 我告訴你 我會被散佩咽 我會被散佩咽 有些失誤 我會被散佩咽 不过我们的死亡 我没有发现了什么 我没有发现了什么 不过我们的死亡 所以这不是毕竟亡 我只是明白 这就是因为死亡 而死亡 也就是死亡 而是死亡 而是这 是我们的失去 如果我們不可以獲得這種武器, 這會保護我們, 但這不是不誇張, 這會是我們的失敗, 我們會有更多敗事在戰鬥地上, 在羅恩斯基這回訪美也親自參加聯合國大會, 他身穿招牌的軍綠色的衣服出席, 在會議當中發表演說他強調, 俄羅斯的目標不是只有烏克蘭, 不要相信邪惡的力量, 他也呼籲全世界要聽見烏克蘭的聲音, 對於俄烏戰爭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畫下一個休止符, 或者說是有和談這樣子的曙光嗎? 當然中國大陸的態度也是備受關注的, 現在俄羅斯就證實了俄羅斯總統普丁10月, 即將要訪問北京, 而且屆時會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舉行雙邊會談, 詳細狀況在國際中心記者, 謝謝韓瑜。 時日主播, 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 19號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會談時表示, 其他兩國元首10月與北京會談, 而在普丁訪中期間還將應約參與大陸的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王毅則強調中俄應該繼續加強戰略協作。 王毅表示, 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機制作為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體現了中俄政治互信的深度和戰略協作的廣度。 我們願同俄方一道, 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根本遵循。 帕特魯舍夫則表示, 在西方發起雙重微折活動的情況之下, 中俄致力於不斷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並重申莫斯科在台灣、新疆、香港等問題上對北京的堅定支持。 其實王毅訪俄之前就曾和美方舉行會談, 有分析指,此舉反映北極致力於在中俄以及中美兩對關係中, 尋找平衡點。 而大陸國家副主席韓正則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表示希望美中相向而行, 重回健康穩定軌道。 布林肯則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以上是現場情況交換的主播。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天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謝謝… 我來… ?」 謝謝… 謝謝… cheers… 謝謝…